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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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搞的 人都被他发现了 怎么会跑呢 这说明啊 就是成绩中处 军战有素 都是一般的特务 田亮 别着急 我已经跟下下的派出所 打过招呼了 他们会协查的 就是抓不到他 也会让他成为惊弓之鸯 那个五人小主 店内有呼叫了吗 还没有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老鹰的 下一步指令 好 首长 基地的同志 收到情报了没有 如果老A跟五人小组 主动联络的话 我们就好办了 目前还没有 快进来 这给孩子增加点营养 童嫂 这是有关于天下一号的 尽快交给组织 还有 这封电报 是顾显章今天发出去的 好像是发给老A的 内容不清楚 请组织上尽快破译 我也会想办法 好 杀害军工专家 颜天图的凶手 就是老A指使的 关于老A 有点线索 前两天 好像顾四领 安排了一个 十四年前的潜伏人员 暗杀了一个叫 颜天图的 共产党军工专家 他应该潜伏在我们内部 十四年了 好 我马上把情报传递出去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再来 胡采默 这么晚了 你怎么来了 来的不止是我一个人吧 是啊 刚才汪组长过来 给小天送了点奶粉 说她现在小 正在长身体 胡采默 要不请她坐会儿 不了 谢谢 墙体共发现武术金属 经检查 有两颗施工的铁钉和三条电线 别的没有发现任何可疑 工碧营的同志 已经对地下室所有有问题的墙体 都进行了检查 别说是天下一号的木板 和爆炸装置 就连一个暗室都没有发现 难道设计图是错的 我看哪 是设计图跟施工图 根本就是两码事 我觉得他们不会在墙底上 大做文章的 会不会在地底下呢 李河你去核实一下 四八年到四九年这个期间 武汉部大楼有没有施工的记录 那又挖一个地下室多大动静了 那保密局的人能不知道 国防部干事 从来不跟保密局打招呼的 在核实之前呀 不要冒人动工 我们对天下一号的安岛机关 了解的并不多 李河 你还是要去核实 是 首长 一号 顾站长很不满意啊 他有什么不满意的呀 又得摸这帮人的敌 还不让联系 这不是摆明了难为怎么办 一号 你觉得这帮人能藏哪儿啊 废话 我要知道还问你干吗 朱田 共产党肯定也在找这五个人 你觉得这五个人藏哪儿啊 我哪知道 一号 就没别的线索 比方说他们的联络人 或者住在哪儿 别忘了你们俩 都是保密局出身 这种事你还要问我 想你一些办法 把这五人给我查出来 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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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高 进来 首长 店铁有消息了 这是一文 定于十五日晚八点 与老A在联络站会面 下部行动带通知 老A要露面了 泰山计划要成功了 今天是十三号 我们还有两天的时间 要做好准备 说说你的计划 老A是我们内部的人 万明不能在数年待了 说得对 还有 我想如果老A他自己不来 派一个小特务来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做两个时候准备 长官 重庆来电 你过来 汪组长 我还是你们组长吗 长官有命令 这个频率的电报 直接交给上级 我就不能交 汪组长 我不是这个意思的 汪小姐 你怎么不敲门啊 你怎么不敲门啊 长官 我还是您的部下嘛 是 怎么了 您对这本书有兴趣啊 您对这本书有兴趣啊 知己知彼嘛 国防部的很多药员 都在研究这本书 汪小姐 你说自己的事吧 我现在就是一个摆设 情报 不让我发 也不让我接收 我在您这儿 什么事都没得干 还是那句老话 恳请长官 放我回基地 汪组长 我也还是那句老话 你就不要耍小孩子脾气了 我这儿怎么能没有 汪组长的用武之地呢 汪组长 汪组长 今天下午顾司令那边 有没有发报 天天都有啊 有没有用那个七号品 有一个 不过这内容不清楚 接收人也不清楚 汪组长 你帮我完成一个任务 我你一份电门 然后你用这个七号频率 给我发出去 咱们给基地的人下达命令 那人家能听咱们的吗 听不听是他们的事 就当我们是替顾司令发的 用我的电台发报 那就是在替我发命令 这个营长官实在是阴险 他千算万算还是比我晚了一步 那司令的意思是 协调员协调 有用吗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他协调员总不能到大陆 把我所有的潜伏人员全办了吧 那这封电报 让马然发 让他姓英的先高兴一会儿 是 我现在就去办 你怎么来了 那边不忙吗 还行吧 司令让我帮他发一封电报 用七号电台 今天马然休息 我不知道频率 好 我给你找一下马然的工作笔记 等一下 这七号电台 是干什么的呀 以前没怎么听说过呀 七号电台以前是顾司令自己掌握的 顾德芳副组 现在交给马然了 给 司令还挺看臭马然的嘛 你不在 顾德芳也不在 可不就得他顶上去 七号电台的频率是1911 记住 还有 这个是司令亲自拟了一份电文 是顾影益的 你签个字我好发报 黄朗 你等一下 我一个战友从台北来不来 好吃的 谢谢啊 有个名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汪组长 你这是在给哪儿发报啊 跟你说不着 有什么事接应长官 这是应长官的电报吗 是我让汪澜发的报 用的基地屏幕 这一点你不用怀疑的 是 长官 只要是长官吩咐的 那就没事了 对这个汪澜我们要利用她 也要防着她 面上得做得好看一些 懂吗 是 长官 正统 你怎么把七号电台的频率告诉汪澜了 顾思琳要发电文 正好马上不在 我就让她处理了 正统 你没有想过 汪澜她要是共产党怎么办 以前电报组都鬼她管 所有秘密她都知道 要泄露早泄露了 这个七号电台和别的不一样 出什么事了 爸 正统把七号电台的频率告诉汪澜了 我只让她用七号台发报 她怎么直接插手了呢 七号电台是马然负责的 马然今天不当班 她直接就去找正统 把马然的工作记录给调出来了 你马上对前导电台进行监听 是 想回我 你还嫩了点 我们把明天的计划安排一下 汪澜啊 你安排两个人 一个加班伙计 一个加班经理 老一出现 就把她带到树林的仓库 秘密逮捕 明白 今天啊 你执行第二方案 如果来街头的不是老一本人 你稳住街头人 是 安明啊 到 一旦人在外边接应 应付毒法警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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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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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高姐 来了 走 请问你们经理在吗 屋里呢 同志 您是要找我们经理吗 那给我来吧 经理 有人找你 请他进来吧 请 这位同志 我是这儿的经理 您找我 我想问一下 柜店有老板书吗 不知道您需要哪种老板书 我是个搜藏老板书的爱好者 哪方面都需要 我想看看 价格可以谈 那这样吧 让我们伙计带您到库房去看一下 这老板书啊 书架上没有 都在库房呢 多谢了 请跟我来吧 没事 他们在这里整理库房 不好意思 打扰了 打扰了 不不不不 一点都不打扰 一看老先生是位读书人 您贵姓 勉贵姓 我是师专的国文老师 平时就喜欢搜藏这些老板书 今天柜店能够让我到仓库里来挑选 实在是太感谢了 您千万别客气 这样 您要什么书我们来帮您挑 那倒不必要了 这样 我自己来 您随意 好好 好 怎么办 这都快要关门的时间了 这样 你先去问一下秦阁长 是 秦队长 秦队长 快到下班的时间了 脸还没出现怎么办 还你正常下班 是 你也去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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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完书以后就回家了 那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了 其他的 全都是正常买书的客人 老爷进局了 取消了行动 我们是不是有什么破绽 被他给发现了 长官 五人小组来电 你 电报说老A没出现 就这些 长官 这就是电报的全部内容 耍我 长官 我认为这是顾显章 故意搞的鬼 顾司令 平时我们怎么斗都行 事关天下一号 你这不是耍我吗 我耍你 你的人暴露了 落网了 我怎么配合你啊 把我的人也搭进去 暴露了 落网了 这不可能 你回去查清了再跟我说 他们刚刚发报 说那个老A根本没有出现 你的人落网了 被共党取代了 幸亏我没有让我的人 跟你的人碰头 否则我的人也得扔进去 就算我们的人暴露 也是你们基地走漏的消息 你有证据吗 证据 我会拿到的 通知郑彤 七号电台改变频率 我看老A已经知道青年书店被我们掌控了 但是那二十一个假股东未必知情 就算我们这次行动引不出老A 也要把这二十一个特务一网打尽 看来我们的工作还是有漏洞 老A现在已经知道 五人行动小组败了 顾显章肯定得到了这个消息 但是就算他告诉老鹰 老鹰本人也未必会相信 这个老A就在我们身边 我们的一举一动 都被他看在眼里了 要是能够得到 老A跟顾显章联络的电台频率就好 我也希望基地的同志 能够拿到这个电台频率 可是你想 这么秘密的频率 困难可想而知 特派员 坐坐坐坐 我就是随便转转 张主任 不耽误你的工作 特派员 您来视察呀 赞某人荣幸之志啊 来来来 请坐 请坐 特派员 您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是啊 你们种务处工作繁杂 琐碎 上面这次派我来 就是要巡视一下 基地的战备情况 赞主任 如果有什么困难 尽管跟吉某提 那我就跟您汇报汇报 谈不上汇报 咱们就是随便聊聊 是是是 特派员 您看 这是天下一号小组的账目 他们的账啊 都从基地走 我们一直在给他们垫钱 弄得现在基地 经费吃紧哪 哦 十步电台 两步汽车 三十人的办公设备 是啊 那这天下一号小组的账 是谁做的 不知道特派员认不认识 是鹰长官的副官 张锦山 张锦山 这个人我当然认识 早在国防部三厅的时候 他就手脚不干净 想不到调到天下一号小组 实质上他这是变相的处分 到这里他反倒变本加厉了 特派员的意思是 这是巧利明目 贪污 特派员 这个话我们基地的人 可不敢说呀 不过呢 大家都有想法 这个风言风语的呀 那可就难免了 这事顾司令长官知道吗 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啊 现在基地和天下一号小组 那是两个机构 顾司令管不了人家 那张锦山死了之后 小组的账目谁来管 现在啊 是由一个叫 黄宁云的人管着 这个黄宁云哪 原来就是一个 一个普通的电报员 您说 他那会管账啊 四号联络站有电报来吗 还没有 长官 四号联络站是我们上次去重庆的时候 国防部特别授权使用的 按照事前的约定 他们只能呼叫我们 他们只能呼叫我们 如果五人小组暴露的话 那四号联络站也悬了 长官 那怎么办 姓顾的话不能不姓 也不能全信 我们怎么斗都行 隔空喊话变不出真理 我只有亲自去一趟 长官 如果联络站也暴露了的话 您去重庆岂不是很危险的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冷 我这是以其人之道 管制其人深 那长官的意思是 就算是五人小组暴露 我这趟去重庆也不会白去的 我会弄出点惊天动地的动静来 别让姓顾的看了我们笑 对吧 长官的这份忠心 真是日约可见 马厦长 你怎么在这儿 你跑到天亮屋里干什么 天亮在吗 他没在 我正给他做饭呢 你有事吧 有事进来说吧 来 坐 处长 您找我有什么事啊 也没什么事 秦天亮说过 他什么时候回来吗 我今天就没见到人影 这两天天给他做饭 他都没回来吃 你做得不错 对秦天亮照顾得很周到 照顾秦科长不是你吩咐过的 对 是我吩咐的 不过 你不会仅仅凭借我一句吩咐 就对秦天亮做没上心吧 我上心有什么用啊 人家不领情 你坐着一起吃吧 好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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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食堂吃过了 来 李河 来来来 坐下 处长 你不是来找我聊天的吧 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嘛 李河 你看 自从你家被炸了以后 我也没过来看看你 我家都炸了两个月了 同志们早就把我收拾好了呀 对 前几天 情报科的人员送给我一个录音 说是台湾那边的家属 对重庆潜伏人员谈话 你为什么不向我回报 你们前几天去查国防部大楼 我也得找得着你们才行啊 录音我听了 没什么价值 就是一些女人们的家常力短罢了 李河 你把那个录音带拿给我 好 就在我家呢 我给你拿去啊 大半年了 你怎么一点事都没有啊 这日子过得 缺子少味的 你个死鬼 你倒是来个信啊 我可在岛上 死心大地地等着你呢 我和孩子都好 你放心吧 一切都正常 爸爸 我和妈妈想你 我和孩子都好 你放心吧 一切都正常 爸爸 我和妈妈想你 我和孩子都好 你放心吧 一切都正常 爸爸 我和妈妈想你 这是内前的同志 从香港转发的个情报 你看一下 杀害颜天图同志的真凶 是老A指使的 而且老A 在我们这边已经潜伏十四年了 内前的同志 还转来了一份实务情报 正在路上 估计过几天才能到重庆 怎么先查这个老A 十四年前 那就是 一九三六年 报告 进来 处长 秦阁长 马处长找您有事情 前头进来 是 是 请 署长 我有重要情况 向您单独回报 老A 那您先出去 是 是 是 外秘书 方品生审讯得怎么样了 洪团长正组织人审的 都审了好几轮了 不过他倒是有点怂动了 他年纪毕竟小 凡审讯的能力并不强 我想他身上 应该没有什么血债 突击审讯一下 很有可能他就是个突破点 刘宜辰呢 伤好了吗 他呀 伤早就好了 不过死赖在医院里 不肯出来 说什么 伤口疼 他那是说花样了 他怕离开医院不安全 特务会灭他的口 其实医院也并不安全 应该马上把他 转移到看牙室 好 我马上去安排 我和孩子都好 你放心吧 一切都正常 首长 刚才那个女人的声音 就是秦天那儿的爱人良情 她的声音 我是绝对不会听错的 万语余同志 我告诉你 第一 这个录音我听过 好 第二 秦天亮同志自己也承认 那就是良情的声音 首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秦天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可一直在说 他的爱人和孩子都遇难了 这个事情啊 秦天亮早就告诉我了 是因为 当时重庆的情况复杂 那情报显示 我们的内部有内鬼 为了保护秦天亮和良情母子 是我决定 让他保这个密谈 原来是这样 是啊 秦天亮在重庆解放前 就已经被顾宣章怀疑了 他把良情母子作为人质扣起来 把秦天亮留了下来 好为他们所用 一直以来啊 秦天亮都是以双重身份在工作 这个秦天亮 他不该忙我呀 你看 我一直以为他是 就是因为有内鬼 所以 才不能说嘛 首长 我给你们俩 点不认识 你俩 不认识 你俩这一套 一直都会 让你俩都会 自顾的 怎么 用按针鸭 你俩都会 很职业 你俩都会 天亮 天亮 對不起 我以前誤會你的 馬處長 沒什麼對不起的 我也懷疑過你 你還是我的瘋王 那就讓瘋王 再次向您報到 走走走走 你們兩個我是現在去救 在這兒開會 是 我們的排查軍委會 所有同志十四年前的身份 這可有難度啊 軍委會組織的人員 結構複雜 是重新解放後 抽掉各單位的優秀黨員 和骨幹組成的 很多人在重新解放前的身份 就連王專員都不適合了解 十四年參加工作 這只是個參考 但是呢 它畢竟縮小了我們 排查目標的範圍 也就是說 我們要把甄別的重點放在一九三六年 參加工作的人員身上 天亮啊 這可不一定啊 他潛伏了十四年 並不代表他參加了十三年的工作 十四年前 他可能是工人 學生或者其他什麼職業身份 由於隱藏得好 被我們當做進步青年 或者工人運動的骨幹吸收進來 像這種情況 也符合他潛伏十四年的條件 可對我們來說 時間上就有誤差了 這麼一說 那我們甄別的範圍可就大了 時間的界定啊 倒不複雜 最難的是 他最初潛伏的地點 和他參加的組織 十四年前 黨中央還在延安 如果老A是在延安潛伏的 那查起來還比較容易些 畢竟檔案材料都比較曲情 證人也好找 怕就怕他是在蘇區根據地潛伏的 如果恰恰趕上個郵局類性質 或者地下工作的 那可就麻煩了 抗戰後馬上進入解放戰爭 郵局隊的人員變化大 有的個別同志檔案不全 有的乾脆就沒有檔案 這對我們的偵查工作 都是個不利的因素 署長 馬署長 我有個提議 對那些材料檔案齊全的 有證人的同志 我們可以先放一放 在我們內部重要甄別的 是那些檔案不全 證人不足的同志 這樣我們工作起來 也有地方是 這樣啊 我要去西南大區軍政委開一個會 把你們的情況呢通報一下 如果上級沒有意義 這個甄別工作就可以全面地展開 但是 要秘密進行 是 馬署長 秦科長 好 馬署長秦科長 你們回來了 你好 苗師傅 肥怎麼樣 老傷了 這下雨陰天的還有點疼 不過都已經習慣了 行 那你忙著 我們先走了 馬署長 這苗師傅的腿怎麼受到傷了 他是王正恩那個部隊的 聽王正恩說 他們在魯西南 建立抗日根據地的時候 被敵人包圍了 突圍的時候 腿上挨了一牆 落得個殘疾 這麼說苗師傅也是為老革命啊 那算了 怎麼就你一個人啊 黃組長 黃靜雲長官說今天還幫大家休息 就留我一個人值班 我怎麼不知道 黃靜雲說硬組長走了 來今沒什麼事了 殷組長去哪兒了 這個黃靜雲長官知道 行 你一個人值班吧 哎呀組長 你可算來了 最近晚上總有電波干擾 今天更嚴重 所有頻率都出問題了 是我們發射站的問題嗎 應該不是 我們都調適過了 可能是共軍干擾的 組長 一般這種情況都是打仗的前奏 你說共軍是不是要打過來了呀 上面沒說要打仗 別害怕 香港聯絡站的頻率呢 我剛才聯絡了一遍 沒回應 組長 要不你試試 是所有的頻率都出現那個頻率嗎 對 從現在開始到明天早上八點前 除了台北國防部的頻率之外 其他所有的頻率暫時停止 以免共軍電台切入 另外 對於呼叫的頻率只是負責記錄 千萬不要回應明白嗎 是組長 你先去忙 我再看看香港聯絡站的頻率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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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